大家好,今天我捞了一锅韭菜盒子,皮薄馅大,好吃又简单的那种,想吃不会做的,一起来看看吧。 先来和个面团,300克的面粉里放入3克盐,搅拌均匀,一半加入100克的开水,搅拌成面絮,另一半再加入100克的凉水,移到面垫上,揉成一个光滑,偏软的面团,直接搓长,切分成等质的8个面剂,全部揉圆,表面刷油,盖上保鲜膜,醒面,半小时一会儿。 再来调个馅,韭菜里放入适量的食用油,搅匀,这样韭菜不容易出水,放入鸡蛋碎,一把淋虾,再放点酥下饺子粉,淋点香油,馅就调好了。 取一颗形好的面剂,擀成长方形的薄片,一半铺上调好的馅,再把另一半对折过来,边缘捏紧,再像视频中一样捏出花边,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 放到提前预热刷油的锅中,上面刷上一层食用油,盖上盖子,烙至一面金黄,翻面,烙至两面金黄熟透,这个韭菜盒子就做好了。 皮儿薄馅儿大,想吃不会做的,收藏起来有时间试做吧,感谢您的支持。 皮儿薄馅·虾 Faeng 皮儿薄馆 小薄馆 皮儿薄馆